Magic Box 找亮點 今天我們就一起來學一下這個連接詞啦 就好像火車一樣每個車廂之間會有一個連接車廂的東西 那我們在寫作的時候每一個字句就好像是每一個車廂 我們就可以使用連接詞來連接他們囉 例如你應該已經學過的and and就是一個連接詞 I like eating apples and I just bought a lot of apples 我喜歡吃蘋果而且我剛剛才買了一大堆蘋果 接續著並且而且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使用and來連接兩個句子 但是如果是轉折了但是怎麼樣 我們就要使用這個單字哦 but b-u-t but 舉個例子呢大家有最愛吵你愛貓還是愛狗 I like cats 我喜歡貓咪 but he likes dogs 但是牠喜歡狗喔 所以我們情侶一直沒有養寵物就是這樣啦 或是以前念書的時候班上有個好厲害的人喔 牠什麼運動都會 she plays tennis, basketball, soccer and football 但是牠不會游泳 but she cannot swim 但我們需要轉折哦 但是 就要記得使用這個連接詞 but 連接詞在使用上呢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啊 首先呢兩個詞句呢通常會有豆號分格 OK I like cats 豆號 but he likes dogs OK 兩個字句呢雖然有連接詞連接 但是呢還是要加一個豆號把它們分開了 另外呢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呢 就是連接詞通常在句子裡面就會出現一次了 所以呢像我們中文說的 因為所以雖然但是在英文裡面呢選一個用就可以囉 例如呢當我們在句子裡面已經用了but 已經用了但是了就不能夠再用雖然了 連接詞簡單好用又可以幫你的寫作大加分 但是but OK這幾個小地方使用上是要特別注意囉